俗女白天很多事 俗女晚上有心事 幫妳搞定 俗女家務事 你知道現在因為疫情緊張 大家其實是很怕去看醫生的 但你也知道就是 大家有什麼樣的小毛病 或是大毛病 不管怎麼樣就是先查網路 去看到醫生之後 醫生跟他說什麼 他就會說 超容易 超容易 王醫師我們叫老王 就常常遇到這種情況 他說有時候真的會 有時候有一點需要耐心 除了網路之外 大家也很喜歡 沒錯 非常恭喜 謝謝陳醫師出了新書 對 我今天這本書它的名字 我其實覺得 很多人可能以為 它是一本取暖的書 因為我的名字叫做 其實你胖得很冤枉 我們發現有一些人 他的肥胖問題 他是真的身體 有一些地方的失衡 荷爾蒙失衡 身體發炎或是營養的缺失 它會造成你可能 外觀上就用胖的方式 或用發胖來呈現 所以有些如果你覺得 你真的胖得很冤枉的人 我倒覺得你其實 可以在疫情期間 你可能沒事做的時候 可以去反反 或者你可能真的不知道說 自己為什麼試鏡了 各種方法都受不下來 也許你就是胖得很冤枉 很冤枉 所以你沒有教大家 要用很自然的方法 很健康的方法 讓你自然瘦對不對 對 我們就是 應該是說每一個人 他應該要套用 他自己的問題 然後去對應 這個問題的處理方式 那你就可能可以自然的變瘦 OK 好 所以除了這個新書 我們要好好支持一下之外 其實剛剛真真的講到 很多醫生的困擾 所以你們有曾經當過 自己的醫生嗎 那有 谷歌就是我的醫生 對 我記得我有一次 我就這樣子 反正就騎機車 然後就是倒地了嘛 可是也不是多嚴重 他的那個腳這個腳背這邊 桌腳腳背這邊 就有一點小擦傷 對 這個擦傷看起來就是 完全沒有什麼擦傷 我們外景人這種擦傷 對 一直OK OK 對 然後回家之後 我當然就是 他自己解決叉叉優點 叉叉面書一大目 然後我媽從外面回來 然後一上來 然後看到我兩隻腳就說 夭壽 你的腳怎麼了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 我的腳說 怎麼了嗎 沒有怎麼 他說你有事嗎 你的腳 兩隻腳相比 你左腳腫得比右腳大一倍 是嗎 就是像現在照片這樣 對 那是FICO吧 不是 重點是 這樣你分不出來 你腳好說 對啊 這以為是鞋子都穿不下了耶 對 穿不下 我自己沒感覺 好 其實因為這個前提是因為 我隔天要去韓國 我很怕 要是真的是什麼大狀況的話 我沒有辦法出國購物 你這是我的心態 你總整個還想購物 所以我就說 沒有啊 還好吧 總一點點而已 然後我媽就講 什麼總一點點 這看起來超嚴重的 然後死了 要把我拖去醫院那邊 然後進去之後 醫生就講說 就是已經快瀕臨 你只要再拖個一天的話 那就可能就是 蜂窩性主治療就是大爆發 很容易耶 對 我就說 那我免可以去韓國嗎 你會想太多了 這種病人是不是很值得教訓 很嚴重 本來好好的 可能一天就可以處理好了 你看你自己都到韓國不能去 對 然後醫生都講說不行 因為其實國外你可能會有 其他的菌種 然後再加上我這那麼嚴重的話 你要是去了感染其他菌種 他說你可能回來 可能是 我就真的 我就忍痛把 直接機票取消掉 再加上休養 那還不錯 那還不錯 對 還是有良知 最後 對 我最後有放棄 我的韓國蝦瓶執行 所以銀杰姐有曾經自己 有判斷過什麼 我應該是講說 因為我們以前 因為我們工作性質關係 有時候外景要幹嘛 常常很習慣會需要憋尿 那憋尿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那以前我就曾經有過 因為憋尿 憋久了 然後憋到腎臟不舒服 然後去醫院看醫生 可是後來我結婚之後 有一次是 也是有一天我突然就覺得 我這邊好痛 整個這後面的腰的 這個兩邊這邊好痛 我就想完了 我是不是又腎臟發炎了 對 那我就想說先上網看 腰的後面這個部分 跟腎很接近 對 一定是因為長時間喜歡憋尿 或是因為一些尿道感染 或什麼什麼的 然後引發到腎臟 對 這就有息息相關的 就中了 對 所以我就開始每天 一直灌水 灌尿 就灌了尿 一直這樣做 還是不行 痛到 我沒辦法 就是移動你知道嗎 移移動 那個痛到不行 我就只好打電話給我姐 我說姐 我跟妳講一件事 要幹嘛 妳先到某某醫院的那個 急診室門口去等我 我就自己開著車 到急診室門口 然後他推著輪椅過來 車旁邊 因為為什麼 這麼嚴重喔 因為只能坐在車上開車 可以 腿可以動 但腰不能動 然後就只好 好 他上了輪椅推進去 進去之後到了急診室 醫生一直叫我冷靜 因為我真的沒有辦法冷靜 你知道嗎 因為太痛了 醫生叫他冷靜 對 醫生一直說 妳小小姐妳有冷靜 我說不行 我告訴醫生 我跟你講我腎臟又發炎了 我到了年前我腎臟發炎過一次 妳一定要幫我看 我腎臟痛得不得了 醫生拜託 快點快點 先幫我處理一下 一直旁邊很多別人喔 一直看著我覺得 妳這小姐是怎麼了 到底是她是醫師 還是我是醫師 妳知道嗎 我說妳相信我 我腎臟發炎 我腎臟超痛 然後醫生後來就趕快 幫我做檢查完之後 就跟我說 小姐妳不要激動 我不要激動 嚇到 肌肉受傷 腎臟發炎 對 覺得男生才真的很貼心 沒錯 我就是那個非常板牌的 我們就不喜歡 去浪費醫療 自由 那之前其實是 我們有發生過一次 講得好聽是這樣吧 不要 我支持妳 支持妳 之前就是有發生過一次 就是我那時候 身體不太舒服 因為我那時候症狀 就是有點累累的 然後口渴會想要喝水 那我想說 上網查一下 熱中暑 我想說下 因為我胖子很怕熱 對 我就想說是熱中暑 那我想說 多喝水應該就沒事 但是我老婆就一直 強迫我去醫院檢查 那我說好好好 那我就是讓妳得一個安心 我就去醫院檢查 那醫院也說 妳這個是熱中暑 那個多喝一點水 可能喝個激重水就好了 那我就想說 應該就沒事了 但是過一陣子 又開始有這樣的症狀出來 但是那個症狀是比較嚴重的 那時候很奇怪喔 我老婆娘家在南投 我開車開到南投 我沒辦法一次開下去 我中間一定要下休息站 休息兩趟 對 我沒辦法開開 我那時候很奇怪 我開開開 然後我就 快睡著 然後我咕咕咕 然後我老婆就很危險 而且那時候很奇怪的是 我口乾舌燥到一個地步 是那種那個7-11 賣的那種大桶的水 對 我可能一次要喝半桶 但是喝完了之後 我還是會覺得很渴 而且是渴到 我整個上下嘴唇 都是乾的 破皮那樣子 那我老婆就說 妳這個不太對勁喔 然後她就叫我去醫院 抽血做檢查 報告一出來 嚇死 我那時候血糖標到三百多 正常是一百多嗎 正常是一百二 我那時候血糖標到三百 三百二還三百三 一百二十六以上 就比較像是 糖尿布的 對 然後我的 我那時候抽血出來 那個醫生說 我那個 你知道嗎 對 所以就非常嚴重 但是我也因為那一次 我完全嚇到了 我那時候醫生說 你這個很有可能會 突然中風就死掉了 那我就那時候 因為我小孩剛出生嘛 對啊 所以我那時候 我就花了 但還好是老婆 有逼著你去醫院嘛 真的 對 加上現在疫情 其實很多人不敢 到醫院來看醫生 因為我們自己在醫院工作 我們發現確實 病人的那個門診數 全部都下降 對 那我們這個月 倒是我們外科醫師 有碰到一個病人 還滿特別的 就是一個大概是 六十幾歲的男生 然後他來的時候 他是從急診進來 結果發現這個男生 其實已經就是 整個肚子 他說他痛得要命 然後看到他的時候 其實他們家 就是家裡面的人 包括他的那個太太講說 他這一個月裡面就是 吃不下 然後噁心嘔吐 然後肚子一直就是 反覆的疼痛 那其實這件事 也不是發生在這一個月 其實在過完 過完那個過年之後 其實這兩三個月 他持續就是體重一直掉下來 然後他一直覺得 自己就是可能 他也是上網去找嘛 他就說 他好像 眼睛有一點黃 然後身體有一點黃 那時候他們家人 在觀察他的時候 他就跟他們家人講說 我有上網去看 我應該是肝臟不好 就是太疲勞了 然後他就覺得奇怪 他那個他小孩就說 奇怪 我爸又 這陣子又沒有出去工作 怎麼會特別疲勞這樣子 對 然後他就說 那一定又是腎臟不好 就是反正他覺得 變黃應該就跟肝臟 跟腎臟有關 結果因為是 肚子痛到實在是受不了了 然後到了急診之後 我們醫生後來就下去看 然後我們外科醫師就 後來緊急做了 就是那個檢查之後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你的膽囊那邊 有一個腫瘤 對 然後呢 對 他們當初 他們家人也是這種現象 就是也是就想說怎麼可能 然後後來就想說 不行 你一定要開刀 結果開進去之後 就是發現他是 膽囊癌末期 對 然後整個 我們那時候在檢查的時候 然後就是醫生也是很好奇 問他們家人說 奇怪 那你看你爸爸 就像香蕉人這樣子 就是整個臉全身都黃的 那如果是你的家人全身黃 你不會覺得很怪嗎 對啊 而且不可能一瞬間 隔天起來就黃 一定是慢慢慢慢的 這樣加重 對 但是因為他爸爸一直說 他是肝不好 腎不好 所以就吃一些保肝藥 保肾的這種藥 後來是真的 真的沒辦法到醫院去才發現 所以我覺得雖然說現在疫情 大家不願意造成 醫護人員的困擾 但是該就醫的 真的還是建議還是要就醫 真的 像我前一陣子的儀禮 才在講那個肝胃 是啊 我突然覺得說 我怎麼每天睡起來都好累喔 我就上網查 因為我 妳查過太遠了 不是 因為我怕我防疫期間 媽媽啤酒喝的比較多 你知道嗎 然後就開始查出來 肝胰化什麼症狀 但是的確就是疫情期間 大家真的是不想要再造成負擔 所以你知道那時候 剛開始居家防疫的時候 然後剛好也是我們淑女才錄完 對 再下一週錄影 我們就休息了嘛 然後那一週好死不死 我咳嗽 咳到 我還一直跟她有一點咳嗽 我一直說 結果剛好我們那一週錄影 就休息了 休息之後我就在家一直想說 奇怪 這過敏怎麼那麼久 而且我只越咳 咳到我覺得胸口好痛喔 然後我一直在用氣喘的藥 可是都壓不下來 我想說很少壓不下來 後來我就非常不好意思的 打電話給我的醫生說 對不起 我咳得有點兇 現在體溫多少 我可以去醫院看一下嗎 然後他才說好 我問了一些症狀之後 他就讓我去 那醫生坐超遠的 去了之後隔就這麼遠 對 這麼遠 隔著一個走道 它門打開這樣 不用聽什麼心跳 或聽一呼吸聲 他先問診完了之後 然後後來才判斷 讓我可以進去 然後做檢查之後 他說我是整個氣喘 抓起來 然後但是還是要 就是自己觀察 所以像我是後來還好 是有去拿 真的要拿吃的藥 對不對 所以就是常常大家 就是怕去影響別人 然後結果又耽誤了自己 對不對 尤其是在這個階段 妳說咳嗽緊不緊張 沒有 可是我是覺得 我覺得這跟年齡有差 像年輕的啊 比較不會那個 妳為什麼要把我 為妳拉成一條線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年輕的這邊 然後有點平靜的這邊 會覺得有點年紀的 會很容易小症狀 就把它放很大 妳知道我之前懷疑我得癌症 我跟我的嘉義講了 好多我的症狀 可是跟他家義坐在那邊 聽得不撒撒 想說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就說不管 他開始想問你到底看哪天文章 不管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你知道後來我做了什麼事情 我叫他幫我抽血檢查 自費所有的癌症指數 我就懷疑啊 為什麼妳會這樣覺得呢 對啊 就是我那段時間睡覺好睡不好 然後全身痠痛 然後早上覺得這邊的 這邊不舒服 晚上又覺得 妳這邊最近有搬重物搬上 沒有 沒辦法 那段時間都在家裡很閒 你知道嗎 症狀會被我過 對 有一次我去 我懷疑我 我得胃癌 然後醫生 醫生直接吐我 他說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一直肝額 然後他就 我就說 醫生我是因為我去查 那個症狀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感覺我好像得胃癌 然後他直接說 胃癌沒那麼大癌 我也有 我也有 我有一次懷疑自己得乳癌 然後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去耳鼻喉咳說 妳可以幫我摸胸 我也知道 我為什麼覺得我摸胸咳咳 我覺得超丟臉的 妳是不是挑那個醫生 比較年輕比較帥 因為我不知道 我那時候還年輕 我不知道 就是剛出社會 我不知道去哪裡 覺得自己有 沒有 因為他說 網路上說 所以醫生 其實真的沒辦法知道 之前就一直有這樣的症狀 然後現在這個疫情期間 更容易自己下自食 每天時不時就覺得 我是不是發燒了 對 你知道 時不時就那個耳溫槍 所以我那時候每天涼啊 一直拿起來涼 然後就覺得我自己上下 然後就覺得 就跟我女兒講說 我說我覺得我症狀不對 我說我覺得我的喉嚨 有點不舒服 刺刺的 然後我女兒說 因為妳看直播話說太多了 真的 所以太新鮮 還是我連那個 因為我用的那個消毒 噴霧的那個 是可以噴嘴巴的那種 所以我時不時 我就會噴兩下 因為我真的很怕 就噴太多了 我真的很怕 細菌會進到身體裡面去 所以我真的覺得 時不時就要 而且那個時候還不能去做 就自己跑去腮節的時候 我每天都到處問朋友說 有沒有可能可以去做一下 快篩 那時候真的人心惶惶 然後不知道說 到底有為什麼狀況可以去 到尋問 腮對不對 對 說可不可以快篩 然後我還跟我說 我可不可以打他去醫院 說問有沒有醫生 可以收我去做快篩 我老公說妳要幹嘛 妳是要出國 還是說妳有什麼事情 還是妳有什麼症狀 不然妳現怎麼可能 妳又再居家隔離就好了 對啊 我真的 是每天都很痠 可是妳真的屬於 自己下自己的部分 對 真的嗎 就是因為妳沒有接觸任何人 對 其實很可怕 可是我幫我就是 妳就自己下自己 因為我朋友他是 他是真的有跟確診者 搭同一班火車 對 新聞出來的時候 然後我朋友就馬上打電話給我 他說因為他住桃園嘛 他每天就是來台北上班 然後他就在通車這段時間 然後在跟我講電話的時候 正好新聞就出現什麼 哪一班火車從哪裡 然後這個確診者從哪裡上車 然後哪裡下車 然後坐幾次的火車 幾點幾分的 跟我朋友一模一樣 嚇死 她不知道是坐 哪一節車廂 對 可是因為車廂這件事情 好像他沒有公佈出來 然後我朋友跟我講電話 然後他講到一半 突然 怎麼辦 我跟他 就是同一班火車 我會有事情 我突然覺得 有一定有事 對 然後喉嚨有點痛 然後完蛋了 我突然覺得好像身體 有點開始熱熱的怎麼辦 我就說那妳現在先掛掉電話 妳先打電話去詢問一下 到底應該怎麼辦 因為現在妳貿然去醫院 好像也 不行 也不知道到底 他不會收妳 對 因為妳不是一個 明確的確診者 然後結果他就打電話去問 那其實他們給的答案也是 因為妳那時候 妳還沒有太多症狀 妳要是去醫院 因為那時候是很忙 然後又是很多 剛開始的時候 對 剛開始的時候 妳可能貿然前去 妳會更危險 所以妳倒不如在家裡 居家觀察 如果真的有什麼狀況的話 妳再打電話 沒錯 其實後來媒體 有開始宣導大家 就是不要太恐慌 不要一直這樣就衝去了 沒錯 然後後來所以他就自己 在家居家觀察 然後就是十四天 然後發現他好的很 然後胃口也很好 對啊 他們就沒有吃 吃什麼東西都很有味道 對啊 吃什麼都說好好吃喔 好香喔 就是根本沒事 所以其實大家不用 自己嚇自己 如果真的有什麼狀況的話 你可以先自己居家觀察 尋問 但是我跟我兒子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過敏 非常的嚴重 對啊 對 那通常到了晚上之後 我兒子第一句話 睡覺前他就會說 爸爸 我呼吸不到空氣 因為他開始鼻塞了 那到了隔天早上之後呢 通常他的鼻涕 就會倒流到他的咽喉這邊 對 那因為前幾天 我們想說 因為我們都會留著一些塵藥 或者是之前看的 醫生的一些藥水 我們就會盡量讓他喝 但是因為每天 吹冷氣的關係 所以變成是說 沒有太大的效果 那他就會說 爸爸我開始喉嚨痛了 那過幾天之後呢 爸比 我好像身體不太舒服 那我們一涼 就發燒 對 其實我們那時候 就會覺得好緊張 因為這個時間點發燒 你真的到底該不該去看醫生 那我們想說 還是先給他吃一些塵藥 或者是塞屁股 對 我們都會家裡有一些這種 就是備著的備用品 那我想說 試了還是沒有用 那我們去到診所 然後診所那時候 又是疫情 剛開始爆發的時候 醫生感覺是比我們害怕 他只要聽到發燒 趕快就要把你丟去快拆 或者是丟去大醫院了 那那時候我們去到醫院 他一開始就說 這個你有發燒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收 要叫我們去大醫院做快拆 但是我當下 趕快先跟他解釋說 因為通常他以前是有過敏 很嚴重的症狀 那他的鼻涕就會倒流 激在這邊 久了之後就會發炎 然後變成發燒 那到時候他才讓他進去看 看了之後原來是 扁條線整個都化濃了 化濃之後 所以才會變成他整個燒起來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還穿 我那時候穿整個防護 因為我沒有那種整套防護衣 所以我就穿那個 封衣 然後加面罩 然後再加整個護目鏡 再加口罩 你再去那個門診看醫生的時候 你應該體溫也會過高 你應該進不去吧 我們那回來 那個汗是用低的你知道嗎 對啊 對 然後 而且我覺得這現在疫情 因為我們在萬華 所以我們每次回到家之後 我們酒精完全是不離手的 那因為我的手有非常嚴重的 富貴手 對 我在冬天的時候 我幾乎是會閉開那種 所以我等於是 指紋都已經快沒有了 那我等於用了酒精 我手就會非常的不舒服 那你知道我就是用了酒精之後 我們家是那個指紋辨識的 那我常常就會被鎖在門外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 我們真的很擔心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 萬一去醫院 然後結果不小心被染上了 真的 所以一些那種只是發燒 拉肚子這種小小的咳嗽 我可以自己做一些檢測判斷嗎 其實我覺得 因為現在開始 會有所謂的居家快篩 我相信這樣子 大家這種所謂的 要不要篩的這個 頭腦的小劇場會少一點 少一點 當然可能到比較嚴重 你會到醫院 我們還是會跟大家講一下 確實我們先講 到底如果是你自己 真的有問題的時候 你覺得你該不該去醫院 大概判斷會是這樣 你自己的身體狀況 有沒有已經進入到 所謂的惡化的階段 如果有就一定要去 第二種就是 你是為了你家裡背景的人 跟你共住的人去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 開始陸續有疫苗 疫苗有一些人是不太能施打 十八歲以下都不能施打 所以家裡有嬰幼兒 你其實很擔心 他會感染的時候 你自己的確診 就會變很重要 因為你確診 你就可以趕快去做隔離 再來就是年長者 因為年長者 其實確實是 當我們目前所有發現的 這個COVID-19裡頭 容易變重症的比率 是比較高的 另外就是家裡有慢性病的人 所以如果你有這三種人 可能我就會建議你確實要去做一個 比較完整的確診 如果說假設真的確診了 而往好處想 你至少有幫到你家的其他人 那至於說 我們到底 覺不覺得自己要快散 我其實這邊有大概整理了 三種類型 COVID-19到底有什麼症狀 對不起 所以確實 我那時候肚子不痛 我也覺得肚子痛啊 對 尤其他 我那三天之後 就開始什麼毛病都有了 因為他呼吸性的病毒感染 他連腸胃型的病毒感染 都可能很像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就一直希望去找到一些 特殊性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呼吸喘 我覺得大家不要等到那個時候 但是第二種就是 這個 嗅覺喪失 什麼嗅覺喪失 這個大家可能知道 尤其在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就會說 你要聞聞看你所謂的 聞到的味覺 但這個大家比較知道 但是它發生的比例 也沒有很高 另外我提兩個 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 這兩個我們就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 他們有根據過統計 其實這個並不是一個 什麼新的新聞 一個就是 他的手指跟腳趾的部分 他們發現說 心肝肺炎會出現一個 很特殊的皮膚表現 這個皮膚表現 甚至皮膚科醫師 把它叫做 就是指說 這個症狀出現的時候 它就真的很有機會 它是所謂的 新冠肺炎 它是指說 我們的手指或腳趾 出現很像 這種就要很小心 另外一個 他們在一些統計發現 新冠肺炎的有一些感染者 他們會說 他們覺得 他們的舌頭 產生一些變化 所以甚至把它叫做 就是 COVID的舌頭 它會出現什麼變化 它舌頭覺得變比較重 比較大 甚至你知道有一種 叫做地圖舌 可能大家有人有遇過 地圖舌就是 你的舌頭上面 會出現一些紋路 紋路的感覺 所以叫地圖舌 因為原因是這個 新冠肺炎的這個病毒 它有時候是會感染 我們的黏膜腔 所以可能 這個是可能的原因 造成它舌頭的變化 所以應該是說 這個時候 其實各種症狀都很像 然後像有些人 本身有過敏的問題 有過敏的問題 如果在這個時候變嚴重 是有可能的 因為 所以你看著新聞 你就會覺得心理壓力越大 你的症狀就變得越嚴重 但是如果你去比對 跟過去的疾病 是很類似的 先不要太擔心 你要特別去留意的就是 你有沒有出現一些 經典症狀 如果這些症狀 你家裡又有很多 需要被照顧的第三方 雖然你是年輕人 我還是鼓勵你去做一下檢查 會比較安心 了解 所以不需要太自己嚇自己 而且就聽醫師這樣講 就會覺得很安心 那而且本來就是那種 有關健康保健的謠言 本來就很多了 有些是網路謠言 其實因為我們在群組裡面 經常都會收到各方 各方來的一些資訊 那你還是會稍微的去留意 尤其是對於疫情的一些訊息 譬如說像其中我覺得 我比較覺得有用的是 每天洗澡一定要用 四十一度的水 至少洗五分鐘 所以這個是你從網路上看來的 就是一定要洗這麼熱 我覺得哪裡有用啊 你是覺得什麼感覺 這樣子砂應該就砂得很清楚 那就高溫砂菌 對 高溫砂菌啊 對啊 可以嗎 這句話是沒有道理的嗎 不是 我跟你說一個概念 就是確實有一個 你說這個 洗一些這個溫差有變化 比如說你洗冷的或洗熱的 確實在一些發現 會讓你的循環變比較好 他們之前有做過研究 就是真的哪一個 像是涼杯的東西 哪裡頭放的就是真的病毒 然後開始把它加溫 加溫到幾度的時候以上呢 這個病毒真的會死 我希望聽完之後 你不是去開你的熱水 它加到 太平了吧 你的病毒都少了 太大了 八十度以上 病毒就真的都死了 八十度 它的意思是指說 其實我們的高溫 就可能你現在戶外是個四十度 或者是四十五度 或許病毒會比較少 但是你說它會不會少到 就沒有傳染力 或者是你就等於好像在消毒 恐怕是比較沒有關係 七八十度那個完了 要送燒燙上中心喔 對 所以其實所謂的熱水 所以你的熱水 早都白洗 對 不過我反而是建議的是 你應該是好好的去清潔 你的身體啦 我們雖然一直都沒有 你注意看 沒有任何的所謂CDC或疾管局 有跟你說用熱水洗東西 但是都有講勤洗手 確實我們發現 當我們把身體的每個地方 都又仔細地洗過之後 病毒的掉落率是高的 所以我覺得重點 你應該大概開比較冷一點 因為小孩才可以慢慢洗 太熱他就趕快衝出來 連洗都沒有認真洗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把洗的東西 洗乾淨是更重要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個網路流傳的這個 防疫偏方是什麼 蒜泥呼吸法可以提升免疫力嗎 哪有這麼容易啊 這個也是我在 長輩群 就是看到的 你知道就是父母 都會有一個長輩群 對 然後有一次他們就傳了一個 這個蒜泥呼吸法 就是到群組 那我就看了一下 然後我就想說 這怎麼想都不是很合理 我手上突然拿著蒜頭耶 好奇怪喔 就放不出來了 為什麼 你手上給我拿著蒜頭 不是很合理的時候 我突然下意識想說 不然來試試看 好 於是手上就拿著蒜頭耶 然後把它搗碎 你知道拿那個搗碎 而且它的做法是 它要 它不是直接就是 拿著蒜頭這樣子呼吸 它是要放在湯匙上面 然後把湯匙含著 然後你要再含著那個 把蒜泥放在湯匙上面 含著之後 然後開始在裡面呼吸 它就好辣喔 整個嗆到你知道嗎 它還需要有一點技巧 你才有辦法就是 好好的做 最少要沾個水餃吧 對啊 對啊 直接說好辣 這個東西應該 不合理吧 來 無辜 我們兩個做人 但應該不合理吧 我覺得佩甄講的 沾水餃反而比較好 真的 因為通常我們在建議 就是說這一次的這個疫情 我們會希望在蔬菜的攝取裡面 要加一個就是新香料 所以我們營養師就會建議說 多吃蔥 薑 蒜 蒜這些 那不要因為講了之後 下次就用那個蔥來 蔥來當實驗了 對 那為什麼大家會有這個流傳 是因為 因為大蒜它本來 它的那個蒜辣的味道 就比較濃郁 所以大家會覺得 那個好像是自白病 所以我之前我的那個臉書 我的粉絲的那個 還寫跟我說 它是用那個所謂的大蒜水 就它他們 他家長就是他爸爸媽媽 強迫他每天早上起床 要喝一杯五百CC 泡滿大蒜的大蒜水 所以他說這樣子 可以去掉病毒 然後預防這個所謂的 新冠肺炎 然後後來 對 後來他就是 他就認真的喝了一個月之後 他說他胃非常的痛 就是後來導致 而且他應該沒辦法 自己戴口罩 自己聞自己的氣味吧 所以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幹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真的要提升免疫力的話 你應該是把辛香料 蔥薑蒜 是做成料理 把它吃進去 所以我剛剛講說 你沾那個水餃還比較有意義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 喝熱鹽水就可以殺死 新冠病毒 你不覺得這也很合理嗎 對 又是你傳出來的 因為我跟你講 我們小時候 其實以前沒有這麼多的一些什麼 不管是不是什麼治療的方式 偏方就是只有鹽 你知道小時候只要不舒服 對 不舒服 媽媽就會說你去廚房用熱水 加一點鹽 然後沖一沖把它喝下去 立馬殺菌消毒什麼 該有的都弄了 而且現在的鹽 其實有分很多種 沒關係 你這一題你終於有夥伴了 真的嗎 你也是覺得嗎 真的假的 不是 我那時候 鹽水真的很好 我那時候在群組裡面 看到的方法是漱口水 對啊 因為我覺得這個滿合理的 因為漱口水還有點辛辣感嘛 那新冠病 其實漱口水裡面 還有含有一些酒精在 那我想說漱口水 應該滿有用的 那而且病毒侵入到你身體的時候 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就會去大賣場 買那種大罐的漱口水 然後回來之後 我把它分裝成小瓶的 那如果有出去 例如說我會去大賣場 有時候要採買一次性的食物這樣子 那回來之後 或是在廁所的時候 我就會趕快漱一下 把水裡的那個病毒 看可以把用那個漱口水 跟那個裡面的酒精 看可以把它消滅掉 對 其實我也不太懂 但是我們就是其實 漱口水 他們這個是一種 就是除了外在消毒 內在也消毒的感覺 其實剛剛兩個的中和 因為其實這個 這一篇文章似乎 好像也有傳到我自己的一些 長輩群組裡 好像也有傳到我自己來 那我就真的很好奇 說到底有沒有效 對於新冠肺炎來講 沒有大型研究顯示 你那種鹽水來喝 或者是用漱口水來漱口 是會有效的 但是一直確實有個做法 它其實就是大概兩個的中和 鹽巴水漱口 它是鹽巴水 但是不是喝下去 是鹽巴水 然後拿來漱口 那這個其實是在過去 有一些所謂的感冒的時候 它會讓你的黏膜 比較舒服一點 但是我們還是要特別建議是 所以如果喝下去的話 對我們的身體 很快就要去洗腎了吧 沒有 之前我一個 從新陳代謝科的 那個病人轉過來 然後那個醫生就跟我說 他這個病人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血壓跟血糖 都一直控制不好 然後他們是夫妻來的嘛 然後是老公 就是有高血壓 高血糖 跟高血脂 三高都有 然後我就問她的飲食 那因為老公都是老婆來照顧 她老婆就說我每天多可憐 我幫她準備三餐 然後來鼓勵 她叮叮她多喝水 然後蔬菜也都吃很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永遠就是這樣 是不是她沒有吃藥 然後她老公就說 我就按時吃藥 然後我就問來問去 我就問不出所以來 後來她那個老婆就說 我很辛苦 我每天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情就要倒一杯 五百CC的鹽水 給我老公喝耶 然後我就說 鹽水 我有聽錯嗎 她就說 因為她的那個賴群組裡面 她說傳說有一個古老中醫 她就是用這樣子來養生 活到一百二十歲 所以她就是為了 是海王子嗎 對 她就每天早上 就是兩匙鹽 然後有時候她怕她老公喝膩了 她有時候會換檸檬 那個蜂蜜檸檬水 或是蜂蜜水 我就說難怪 我就說難怪你老公的血壓 跟所謂的血糖都控制不下來 對 因為你知道我們一般 通常那個鹽罐裡面的 那個一湯匙的鹽 大概有一克的鹽 我們一天建議就是六克 對 就最多六克 那你一天早上就給她兩湯匙 就兩克 就三盆之一 對 就三盆之一了 所以每天都差量了 一整天又吃一點鹽 一定是過量 所以難怪你血壓 要再怎麼吃都壓不下來 所以其實她這個動作 是有點謀殺的概念 所以我就跟她講說 你千萬不要把那杯 就是再加鹽了 你就喝水就好了 所以老公們有聽到重點嗎 對老婆好一點喔 口罩要戴兩層 才能有效的隔絕病毒 我現在就是戴兩層 對 她就是戴兩層 那我以前也是 然後就是因為怕 就是怕也沒有辦法 把病毒隔絕 那現在是因為有口罩這樣 然後就只戴一層 然後另外 如果你要是真的覺得 不夠緊的話 還有一個方式就是 你可以把這邊扭一下 對 扭一下再套到耳朵上 它這邊就會更緊 我滿緊的啊 對 你不行 對 你不行啦 而且那個尺寸真的不好買 你知道嗎 真的 不過我覺得如果醫護人員 都是戴兩層的話 這個不用破解了 應該這是還可以 還是要說一下 是怎麼太一樣 就是其實我戴的兩層 裡頭跟外層 它們的防護效果是不同的 就是其實 因為我們確實知道 這個新冠肺炎 有一點討厭是 過去都認為它是飛沫傳染 飛沫就是指 我跟妳講話 口水的這個噴沫傳到對方 可是在過去的一年以來 就有很多專家發現 不是只有這個 它可能有一種叫做 什麼叫氣溶膠傳染 意思是指說 它可以帶在 我們空氣中的一些懸浮微粒 這個懸浮微粒 可以到PM10或PM5 那我們知道 我們過去在用那個 空氣清淨劑 都一直講一個 就PM2就聯繫 所以你就可以聯想 PM5跟PM10 就是比PM2.5 在個大兩倍到四倍 這樣的大小 也就是其實是肉眼看不到的 這種顆粒其實 對我們一般的外殼口罩 其實比較沒有防禦的作用 所以確實像我們是醫護人員 我們是在一個密閉空間 跟很多大量 有可能是確診者的 個案接觸的時候 我們就會帶一層N95 因為N95就是在防這種 所謂的細小微粒 外面再帶一層這個是去防 所謂的飛沫傳染 那可是我覺得一般人 不用因此就馬上手刀上去 買N95口罩 我覺得有點太多了 比較建議的作法 其實像剛剛盈姐講的 就是我們把口罩戴得密合 或像道遠這樣就很好 就是剛剛好的 把整個口罩都密合 對 就是其實我們要注意的是說 假設你自己要戴口罩 未必要戴兩層 但是至少你在戴口罩的時候 它有沒有通風 因為很多口罩為了讓它舒適 它是比較鬆的 對 那這時候你其實戴 你只有 真的只有防這邊 但是你側面是有可能 會被攻擊的 所以我覺得比較重點 不是兩層 是密合 這個比較重要 好 那戴型一點喔 我以理有戴兩層的嗎 好 來看第五個了 六言就是 能夠閉氣十秒 就表示沒有被感染 新冠肺炎 就看這邊你有事啊 對 那時候我也有事耶 那妳真的有閉氣十秒 有一個軟體嗎 一個APP就是它 它會給你開始開始 然後你按下去 然後就會開始倒數 第十五 四 三 二 這還要APP 不能用馬表就好嗎 真的不用馬表 這一群組 好容易 那個群組每天都是在 傳一些長輩圖 好不容易有一個APP 你就會想去玩它一下 我覺得盈潔姐姐真的很忙耶 不是 對 然後你一直在 妳發一期間過得好充實 對啊 然後五四 三 二 一 然後你就會 深呼吸一口氣 它就會有個球 一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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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它跑到終點停 那時候你再吐氣表示 你如果憋得住 表示你的肌是OK的啊 所以欣梅 我們是不是自己可以在家 真的先做 你就憋十秒的動力 十秒太容易了吧 就是 我是有一點 真的假的 你每天拿起來都做耶 因為我必須說 確實 其實心外肺炎大會很常聽到 是呼吸喘 喘不過氣 但從我到這個時候 其實是比較嚴重 是需要醫療去協助的 所以我們會鼓勵確診者 如果你是不是重症 所以有些人會說 你要在你的一個防疫旅館 或是你在居家的地方 自己做觀察的時候 就會請你配一個血氧機 其實血氧機 對於這種確診者的自我管理 會比那個APP好一些些 不是 好一些 好比較多啦 但是我們要講一下 假設你家真的有必備 有備著血氧機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看 這個我還是要特別說 因為很多人會把血氧的觀念 搞成 因為它的 我們的百分之 它是寫一百趴嘛 所以很多人直覺就是 既然一百趴是好 所以六十趴是不及格 應該我的血氧都OK 其實沒有喔 血氧的一個接受範圍 是非常短的 我們從 九十五到一百趴 是正常的血氧 九十五以下 就可能開始出現問題 所以其實它非常的短 那可是有些人假設說 你現在家裡已經有備 但你也沒有確診者的時候 你可以拿來做什麼呢 是知道平常你的血氧 我們發現有一些人 他肺部比如說長期抽菸 他可能是一個老菸腔 或者是他本身肺在工作的地方 變比較不好 有些人的血氧基礎值 就比較低 他可能本身是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這時候你先知道你原本血氧 倘若真的不幸 你真的有感染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相對的變化 你就知道去求診 那九十五以下其實 因為現在有一個名詞叫 快樂缺氧 快樂缺氧就是指說 其實我可能還是覺得 我呼吸得到氣 可是下一秒鐘 我的血氧就快速地掉落 結果你就來不及去求診 這個時候其實確實 我們確診者 我們就建議你可以偶爾 就比如說幾個小時 就兩個是自己的血氧 一旦下降於九十五以下 它就是個警訓 很有可能 你要密切觀察 如果持續都在九十五以下 甚至到九十以下 就不要等 立刻叫救護車 或立刻直接到 難怪大家 就是血氧也是一個檢測的方式 對 它其實是一個 第六個 打疫苗之前既吃澱粉 這是其實我們家 最近碰到的問題 因為我阿公 我有一個阿公是八十八歲 所以他最近就面臨到要打 他已經打完了 但是在打疫苗之前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許多的新聞報導 或者是網路上 我們上去查 看到一個方法 他是說 打疫苗之前三天 不能吃澱粉 因為他說 他會降低他的發炎之數 我剛看到心梅這樣子 而且三天耶 對 你一天不吃澱粉 所以我們那天就做了很多 滴渣或者是 例如說全部都給他 煮大量的青菜 然後阿公 我阿公那幾天就很可憐 他說 我好像火湯有蛋白雞 對 阿公想說 我現在又不是要照大腸鏡 我幹嘛要清腸胃 對啊 還不能吃澱粉 然後他就說 而且他網路上寫說 你要需要吃大量的維他命C 對 所以我就每天都泡 那個維他命C的粉給他喝 然後還要拿那個維他命C 一定給他吃 但是我們因為不知道有沒有效 但是我們真的很怕 因為我們到時候又看了很多的人 因為打了疫苗 但是可能 不過接下來 因為這樣子的問題 對 現在還不能做確定 因為現在有擴大要施打嘛 對 所以今天一定要趕快離奇一下 不然很多人都要餓肚子 是 所以我們就是做了嘗試 還好阿公沒什麼事啦 對 八十八歲嘛對不對 八十八歲 他八十八歲白餓了三千 其實我要特別講一下是 確實我們發現有一些疫苗 它的一個保護力範圍是比較廣的 然後可能從六十趴到八十五趴都有 那有些保護力本身就比較高 那有時候我們不知道 我們會打到什麼疫苗 所以我們都會很希望 你打到你的保護力是高的 這件事情是很多人都會討論 跟希望自己是的事情 其實目前我們建議的幾個動作 是可以做 當你今天收到電話 說恭喜你可能在哪天 可以去安排打疫苗的時候 你就開始做規劃 這個天數是從打的前面兩天 到打的後面兩天都算在裡頭 第一件事情就是呢 保持心情愉快 這是真的喔 就是不要有些人打疫苗 看到一些新聞自己壓力很大 第二個呢其實就是剛剛提的 反而是相反 我們會建議在打的疫苗的前兩天 跟後兩天 避開吃抗發炎的藥物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確實我們知道打疫苗後 真的會有很多的不舒服 像我們自己很多醫護人員 去打完疫苗 很多人確實是高燒 有些人真的全身肌肉痠痛 比感冒還要更嚴重 然後這個過程 我們如果換個角度想 它其實是一種幫助我們身體 產生免疫力的一種 可能過的途徑 所以反而是建議大家 不要在這幾天裡頭 去吃抗發炎藥 那因為其實很多人 他是會發燒的 好 那他就很擔心說 那我發燒 我不吃藥怎麼辦 我們會建議的是 不要吃抗發炎的 什麼叫抗發炎 有一種叫NSAID 叫做NSAT 就是這種類型的 降退燒藥 就盡量不要吃 那要吃的是什麼呢 比如說像普拿藤 這種類型的就稍微比較可以 那再來第三個 我會還是建議大家 就算你拿到了 或打疫苗的權利 但是如果你在打的這幾天內 你有一個感染 比如說這個感染 可能是發燒 可能就是一個感冒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跟施打的地方商量 先不要這幾天打 那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其實每一個感染 都有個病程 這病程裡頭 可能會經歷發燒 可能會經歷不舒服 所以這種時候 如果你本身有感染問題 你會沒辦法鑑別 他是真的感染 還是他是疫苗的狀態 所以如果 如果你有急性的感染症 先不要打 以防你會錯過了 你本來感染症病程 可能真的要去就醫的 一個時機點 所以如果補充 維他命C的話 我也覺得這個好像可以 千萬不要這樣做 我先把這件事情講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其實 我有收到這個留言 就是說前面都寫得還滿好的 就是包括 我覺得在打疫苗之前 其實那一餐 如果是早餐的話 建議還是要吃 因為真的阿公阿嬤 他們會緊張 對 我們在醫院常看到 很多阿公阿嬤來打的時候 如果沒吃早餐 反而容易滴血糖 所以反而是不OK的 所以正常的飲食是OK的 然後維生素C 也不要隨便亂吃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般成年人 建議維生素C的需要量 是一百毫克 大概一到兩顆 芭蠟就夠了 那你多吃反而會產生 尤其是在短時間內 吃那麼多 反而會產生所謂的 維生素C的一個回饋作用 意思就是說 包括可能你阿公會有口角炎 皮膚發癢 掉頭髮這些腎狀跑出來 就是你維生素C 在短時間內補充太多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風險 對 然後如果打完之後 大概怎麼辦 因為像我是打完之後 我是發高燒的那一個人 所以我其實很明顯地感受到 你打完之後 其實你會胃口不好 發燒 那如果是有這樣子症狀的人 其實要就是第一個 你水分要足夠 不管怎麼樣 你水分都還是要定時做補充 那大概是以所謂的 大概一個小時的話 大概可以大概一兩百CC的 這樣水分做一個補充 第二個就是如果胃口不好的話 其實我建議反而是 有一些雞湯 魚湯 可以先備著 好 最後一包 來看第七個囉 打疫苗不能揉 否則就會引起血栓 因為他說疫苗其實被設計 包在一個薄膜裡面 你要是揉它的話 你裡面可能 你不要笑 你不要笑 你不要這樣彎 你可能揉它的話 裡面會有病毒就跑出來 那跑出來的話 就可能造成血栓 然後你可能就會流到心臟 流到肺臟 可能就會肺栓塞那種的 確實有些疫苗 包括這個 COVID-19是不能揉的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是真的 但是它只針到這裡 揉會不會引發血栓 其實目前為止 確實我們必須說 AZ疫苗 大家所擔心的就是血栓的問題 可是我們並沒有辦法 找到一個明確的風險點 說哪些人你就真的不能打 哪些人是可以打的 所以其實這個血栓的 危險因子到底在哪裡 我覺得它有待時間 才能夠去發現 但是揉不揉跟血栓 是兩個不同的事情 那為什麼不能揉 它好像是跟每一個疫苗的 這個屬性是有關的啦 對 這個我是沒有非常確定知道 但我也不知道 它跟薄膜有沒有關 應該是沒有薄膜 所以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大家都是好心的 把這些訊息 就是好像傳達出去 就覺得說這個好有用 我趕快傳給我朋友 但我至少有一個方向 去來辨別一些真假吧 我覺得這個應該非常容易啦 就是當你看到這一則新聞 第一個你會覺得非常的奇怪 但是你很心動 比如說他們前面會開頭一些字 六億人都驚呆了 或者是三千萬人都嚇到了 或者是一天內 可以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有那種很聳動的字 基本上你就可以先 懷疑這篇文章的可信性 原因是為什麼呢 通常我們現在說的 包括你看營養師 或者是醫生說的 很多的方式基本上是很基礎的 比如說蒜頭就是吃蒜頭 那比如說呢 我說的打疫苗就是多休息 不要有壓力 那它不會直接產生一個 很戲劇性的效果 通常是不會的 那再來假設你看到一個 很特殊的這個某一個醫生 或者是某一個專家 他說了一段話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覺得這個專家 怎麼會說出這種話 你有一點懷疑的時候 你不妨去做一件事 你就把他說的這個內容 再去搜尋看看 看有沒有其他專家 也講過類似的話 因為通常可能一個專家 他是被移化接目 他可能他講了A話 結果被轉成B話 可是如果有一些 可能它是很新的訊息 這訊息其實大家可能 腦中還沒有這個概念 但是當陸續有一兩個專家 開始說的時候 有可能他是一個 未來的一個新知 但是只是現在大家知道的量 是不夠的 其實因為我們現在 很多政府的網站 包括像衛福部 它其實有一種 他們其實有一個網站裡面 還有叫做謠言追追追 它裡面其實有大概幾百則 大家常見的問題 包括一些飲食問題 包括生活上要洗澡洗熱水 可不可以抗病毒 這個其實在裡面 都可以找得到解答 對 而且他們的那個回覆的 其實都是醫事人員 不是醫生 就是營養師 藥師 或者是護理師 那他會經過佐證之後 再貼上去他們的 衛福部的網站 所以有些光翻了 這個網站上面寫的訊息 我覺得你可以先去查 那也不要無緣無故 一直打1922去問人家 可不可以吃地瓜葉 可不可以吃大蒜什麼之類 他們會忙死 真的 我看到很多的就是 我朋友的 就是反正家長 他們就是有時候 找不到人可以講 找不到人可以問 他們就打電話去那邊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也會造成人家的困擾 所以這些謠言 不要再傳來傳去 好 對 因為網路的謠言真的很多 我覺得最後自己 還是要把它搞清楚 再決定要不要傳出去 或者就是上網常未輔助 好 祝福大家 謝謝 謝謝